大家好,我是路易中 我們今天這個課程的內容是 如何以程式碼管理以及團隊開發效率提升 然後使用Media Studio 2012 Ultimate 跟TFS 2012 那在這個課程裡面 我們一開始先說明一下TFS 2012 的功能 讓各位有一個概念 有這個概念以後我們再接著說明 它裡面的 困難端的元件 叫做 Team 總管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說明一下 Tin 總管當中的 TFS 2012 Source Control 的簡介 後面我們會搭配一個實際的例子 跟各位說明一下 怎麼樣提升效率 提升效率 團隊開發的效率 後面會有一些延伸討論 也就是說 完整的TFS ALM 還有什麼事情 可以協助各位提升效率的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開始說明 TFS 2012 的功能 這張圖是TFS 2012 的功能 的簡圖 那一開始呢 應該是從需求開始 那需求呢 基本上 一個系統要開發一定是根據使用者的需求 那使用者的需求基本上要收集要整理 那這樣子的話就變成一開始就要先來個需求管理 所以 TFS 裡面呢 有提供一個需求管理的系統 實際上它就是用所謂的工作事項來建立這些需求管理 然後讓這些需求本身可以被關聯起來 進行必要的關聯 然後接下來呢 它有所謂的 Project Management 需求收集完以後就要開始規劃怎麼進行 怎麼工作 怎麼讓開發團隊下去 實現它 這就是所謂的Project Management 這個跟你使用的開發方法論有直接的關係 那一般來講 開發方法論大概有幾種 一個是Scrum 一個是Azure 一個是CNi 都有 看你使用哪一個開發方法論 TFS 本身都有提供所謂的Template Template 模板的意思 也就是說你在 開始這個開發之前呢 你可以開始一個TIN專案 TIN專案 你可以指定要哪一個模板 要Scrum 要CNi 要Azure 要CNi 要Azure 都可以 那你就可以 如果你要的是Scrum的話 它就會用 Scrum模板把這個TIN專案 初始化 接下來就可以用它 來進行團隊的管理 團隊的協同作業 那這當然也會牽涉到一些 客製化的問題嘛 那你客製化的問題當中呢 像如果我同樣是用Scrum 可是我的 團隊裡面可能要加 增加一些欄位 要做一些調整 這當然 我們Visual Studio裡面 當然有工具 可以讓你做這些必要的調整 那 開發方法論選好以後呢 接下來你會開始進行 開發嘛 那開發呢 你當然就要有程式碼嘛 這是 那程式碼 基本上在SOS CON 必須要放在SOS CONTRL裡 就是 ALM最 一開始就必須做的事情嘛 所以這邊有個MHC CONTRL 有個SOS CONTRL 它可以 TFS本身有內建SOS CONTRL 基本上你要把 相關的產出進行板控 那產出不只是 程式碼而已嘛 程式碼是最重要的產出 但是不是唯一的產出嘛 那 大概有垃圾中產出呢 第一個是程式碼 再來是文件 再來如果你有資料庫的話 資料庫的設定 SCHEMMA跟資料 都是 需要板控的對象嘛 這幾個東西 Vidio Studio裡面 都可以幫你做板控 那板控完成以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進行 自動化監製 自動化監製 自動化監製可以把板控裡面的程式 就是定期拿出來DailyView DailyView呢 可以做一些 分析嘛 程式碼靜態分析 Static Co-Analysis 這樣可以提升你的程式碼品質 那可是 接下來呢 下一步必須要開始進行 測試案例 因為你要測試 要測試就必須要知道怎麼測 你要知道怎麼測呢 必須要有測試案例 測試案例必須要形成測試計畫 因為要針對這個版本測嘛 所以這邊有一個叫做 所謂的Test Case Management 測試案例管理 這個是必須要的東西 接下來呢 還有所謂的 測試必須有環境 所以它在Vidio Studio裡面呢 它有所謂的虛擬環境 也就是說你準備一個專屬的虛擬環境 然後在上面進行測試 那這個測試環境 跟你自己架的測試環境不太一樣 因為它跟 Team for New Server 直接可以關聯起來 你就是說未來可以透過 TeamView 把它部署到測試環境來 進行自動化測試 這樣 那這些東西都進行導入以後 你就會發現 可以進行所謂的 End to End Traceability 這種動作 什麼叫做 End to End Transibility 呢 基本上就是從 程式碼追溯到需求 從需求追溯到程式碼 什麼意思呢 基本上 反過正向的追溯 基本上就是可以從需求 需求追溯到開發 開發追溯到測試 測試追溯到 Bug Bug追溯到修改 修改追溯到遷路 遷路追溯到人 追溯到時間 追溯到改了哪幾支 接下來再追溯到改哪幾行 這就是所謂的 End to End Traceability 那這些東西如果都導入以後呢 那這些東西如果都導入以後呢 你就會發現有所謂的 層次碼分析嘛 就是說 這所有的東西 基本上 都是 LN 的過程 LN 的過程裡面呢 都會在 SQL Server 裡面 進行 統計 也就是所有的資料都會進 SQL Server 那 SQL Server TFS後面有一個 Cube 也是 SQL Server 的 Cube 接下來就可以進行統計 統計就可以呈現報表 那有兩種形式的報表可以呈現 一種報表是 所謂的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 reporting Service 後面可以接 SQL Server的 Analysis Service 這樣子的話 它就可以寫出很複雜的報表 那大部分報表如果常改 可是不複雜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所謂的 Excel 來進行 報表的 Excel 的樞紐分析 來輸出報表 那發的好處是方便 好改 然後不用開發 那你 Project Manager 門呢 通常也有支援的一個東西 因為 Project Manager 門通常就牽涉到 多人協同作業 那就牽涉到工作的指派 那如果要指派工作的話呢 比較複雜的指派工作 如果是系列應該是的話呢 你可能會需要使用到 Office 的 Project 所以它基本上不會 就不給你 Web 的介面 它直接寫給你那個 Office 的 Project 你寫完以後呢 把工作匯入 排定的工作匯入 接下來相關的 Team Member 就可以去看到相關的工作 就可以去執行 執行完以後就可以開始運作 回報進度 這樣 這是它整個核心的部分的功能 那當然它有入口網站 有 Web Access 這個都有 也就是它有所謂的 Web 介面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非開發人員的話 你也可以使用 Web 介面進來 存取大部分的功能 那如果網站呢 是一個團隊需要公佈的東西 需要公開的資訊 全部都可以放在這個上面 這是它的好處 那剛才有講過它跟 Office 的 Excel 跟 Project 有整合 那 Excel 還有一個功能是 它可以做批次的修改 批次的修改 也就是說如果你一次有幾百個工作事項要改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再匯入到 Excel 改完以後再整批 Publish 也就是匯出到 DFS 有了這個基本概念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比較深入的看 它的可耐端工具 也就是 Team 總管 那 Team 總管呢 這個已經是跟上個版本完全不一樣的介面 它整個重寫 與非同步的形式重寫 它有很多的功能可以管理 基本上它可以管理你 目前耳塞給你的工作事項 它可以管理 目前 你的遷入遷出 程式碼的遷入遷出 目前有多少工作項目 那如果 有自動化編譯的話 它這邊有個組件 可以進行自動化編譯 那你如果要 查看相關的報表的話 可以在報告查 如果要查看相關文件的話 在文件裡面查 如果要上 Web 存取的話 也就是說 它的 Web 介面的話 可以直接去 Web 存取 檢視你的設定 你的 Web 的介面 接下來呢 它有相關的 Team Project 的設定 都可以在這邊 進行管理 都可以在這邊 進行管理 那 你如果 我們主要講的是這個功能 也就是 Source Control 這邊 Source Control 這邊呢 直接打開就會有一個樹狀結構 這有點像是雲端的檔案總管 就是 它基本上就是把 詞次把放在這個檔案總管裡面 然後就可以進行所謂的 遷入遷出的管理 那它相關的功能呢 任何一個節點上面 你一按右鍵就可以看到 它所有的相關的功能 所有相關的功能 從最基本的 簽入 簽出 到分支 到合併 到標籤 這些功能都在這邊 那我們可以簡單的來看一下 內容 簡單的看一下真正的介面 我們把 Visual Studio 打開 那因為我們用的是 微軟的標準的範例 所以基本上 你就可以看到 這是目前已經規劃好的 Source Control 的結構 像它直接就把程式碼分區 這邊有分開發區 有分 整個測試區 有分發行區 直接把程式碼分成好幾套 然後進行管理 也就是說開發人員 直接在開發區上面開發 開發完畢以後 整個到 整個測試區來 確定沒問題的話呢 到發行區 直接發行到 或搭訓的環境上面 那 Team 總管呢 基本上是在這個位置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 原子檔控制總管的話 直接在這邊點一下就可以 就可以看到這個 原子檔控制總管的部分 然後 然後 接下來我們繼續往下說明 那 Server 端的部分 你要怎麼設定它的功能呢 設定的方法是這樣 就是直接在 Team Explorer 裡面呢 的 Team 專案下面 選擇原子檔控制 那它會帶出來 三個頁簽 第一個頁簽叫簽出設定 簽入原則 簽入提示 那第一個設定裡面呢 有所謂的多重簽出選項 那你多重簽出 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 你簽出的時候 別人能不能簽出 這個在之前是 2012的版本是可以關閉的 可是在2012以後呢 預設會卡開 因為它多了一個新版的工作區 叫本機工作區 本機工作區基本上 它提供了完整的 離線開發的模式 也就是說 當你在 本地開發的時候 如果網路斷掉了 它 一樣可以照常進行 所謂的簽入簽出的工作 只是會在本地 在 Local 這邊紀錄 紀錄完以後呢 當你連線回去的時候 簽入的時候 它會自己再進行 簽入的動作 另外一個是所謂的簽入原則 那簽入原則就是 一個可以 提升 可能對開發效率的方式 那它能夠提升什麼方式呢 基本上就是 它可以在簽入的時候 強制檢查很多的條件 是否符合 那什麼條件呢 最簡單的條件 就是簽入的時候 必須要說明 你為什麼簽入嗎 這種說明是 摘要式的說明 也就是說 你可能改了100行 你是直接說明 為什麼要簽入 這100行 通常可能為了一個bug 可能為了一個功能 之類的 可是不應該是說明說 每一行怎麼改吧 這是一個摘要式的說明 那這個必須要記錄吧 在你沒有工作事項之前呢 你可以記錄 用這個規則 直接把它記錄起來 有工作事項以後呢 你可以直接要求 不但要寫這個 而且 遷入的時候必須要有工作單 就是要跟工作事項關聯 這樣就可以方便 雙向追溯 這是第一個所謂的 這是第一個 Change to say common policy 這是第一個最常用的規則 另外一個常用的規則呢 是程式碼分析的規則 程式碼分析的規則 這規則能幫你做什麼呢 就是 遷入的時候幫你 檢查一下程式碼裡面 有沒有什麼 不對的寫法 什麼叫做不對的寫法呢 宣告一個變數不使用 就是一個不對的寫法 這跟商業邏輯無關 這跟程式的寫作習慣有關 就是正確的寫作習慣 這都可以先事先檢查一下 就是避免後面的問題 好 接著我們來 利用一個例子來說明一下 團隊開發情境的 效能提升的例子 這個例子基本上是 第一步是什麼呢 如果你的團隊 現在沒有導入TFS的話呢 第一個應該要先將 你們的程式碼送進TFS裡面 進行版本控管 這樣可以避免程式碼遺失 因為在我們過去的經驗 很多的單位 沒有使用版本控管 沒有使用版本控管的話 程式碼就放在相關的人員手上 那這樣子就會有 當相關的人員的電腦 出問題的時候 程式可能會不見 可能會沒有新版 就這樣子的話 還要花時間把它找出來 這非常的 沒有必要的成本 沒有必要的成本 那所以第一步呢 先把TFS 的Source Control 納進 你們的程式碼 那這邊有一個簡單的例子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微軟的範例 範例的 Team Project 它的切割方法就是類似這樣 開發區 發行區 也就是 整合測試區 發行區 那 它把程式碼切成好幾套來管理 那開發區呢 只有開發人員可以進來修改 修改完畢以後呢 程式碼會帶到 整合測試區 那整合測試完畢以後呢 會到發行區 所以呢 在這個狀況下 我們就可以進行 反控 而且可以設定權限 也就是這邊 就有安全性可以設定權限 這邊就可以設定 權限 然後 這樣子的話 讓開發人員只能動開發區的程式 其他區域的程式要有其他的人員 例如管理程式碼的人員 才可以把它帶過來 另外好處是 開發人員可以一直往下 進行工作 他們不會因為 要上新版本 然後需要分新 因為放新版本的程式 基本上是在發行區這邊 還有整個測試區這邊 所以他們不會互相干擾 那所有的版本呢 用標籤的方式管理 也就是說 任何一個新版本 要發行出去之前 都會套用標籤 所以開發區有開發區的標籤 然後 整個測試區有整個測試區的標籤 發行區有發行區的標籤 他們的標籤 互相獨立管理 他們的標籤 互相獨立管理 這樣任何一個版本 都可以 調得到 那 如果這邊改完以後呢 就可以利用標籤 進行合併的工作 因為他們之前 這邊有個特殊的符號 這表示是分支的 它目前是分支的狀態 那分支的架構圖 這邊可以看得到的 這邊可以直接檢視階層架構 是MAN 跟開發區之間 它有負值的關係 那履歷史跟開發區之間呢 可以來看一下 它的階層架構是什麼 MAN 跟履歷史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說 以這個結構來講 開發完畢的程式 會回到MAN MAN 再回到發行區 發行區 它是用這種結構來管理它的程式 中間呢 是用分支合併 分支合併要有基礎 也就是你要把什麼東西 合併過去 那你可以用標籤 這樣子的話 它就可以把 標籤裡面定義的東西 合併過去 它還可以 就是這樣子 可以做很多 更靈活的管理 基本上 這個是一個 還不錯的 架構 這個架構 當然就是所謂的 分支模型 Brange Model 那下一步呢 所有的團隊成員 就可以開始進行 協同開發 在TFS的Source Control下面 進行協同開發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提升 整個團隊的 開發的生產力 因為像 它最直接的東西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 歷史紀錄 歷史紀錄裡面呢 就會看到 很多的內容 像 兩次的遷入之間 所有的遷入都會有紀錄 誰 什麼時候改了什麼 接下來呢 你還可以看到說 他們的差異是哪一個 接下來呢 你還可以看到說 他們之間差了哪幾行 這都可以 直接看到 現在看到的是 新的 比較的介面 這跟舊版的不太一樣 因為它整個重寫了 就是 它這邊有一個 Negation Bar 如果你的程式碼多的話呢 它可以直接在這邊 很快的 瀏覽到你想要瀏覽的位置 那任何一個單一程式 它也可以進行 所謂的歷史紀錄的查詢嗎 這樣是不是就是方便你 找到那個 相關的程式的歷史紀錄 那為什麼你要找程式的歷史紀錄呢 因為 有的時候你可能改出了一個bug 那 最快的方法 以及從2000行裡面的程式找 不如從上一個版本跟這個版本的差異裡面找 因為 上個版本沒事這個版本有事 那很可能就是 這幾個版本出現的問題 所以從那邊找 那是最快的方式 當然要有工具協助你 才能夠做到這些事情 而且 它還可以幫你 自動 就是 把改過的東西 帶過去 帶到 合併過去 到指定的位置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節省你 出一個新版本的時間 那 那 除了這個以外呢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再繼續提升 開發的效率呢 基本上你可以再使用所謂的check in policy 來提升 開發的效率 像這是剛剛講過的 那我們可以直接 來操作一下 我直接到原子檔控制來 我直接到原子檔控制來 這邊有簽錄原則 我把這個簽錄原則打開 也就是 Change set Common policy 這原則管什麼呢 就是你簽錄的時候 必須要有 說明 什麼說明呢 摘要的說明 像我現在 一旦打開以後 我如果是一個成員 我改了其中一個檔案 我隨便打一下 按儲存 按簽錄 在這邊簽錄 這邊就會說 簽錄原則沒有滿足 為什麼沒有滿足呢 你沒有註解 沒有這種摘要式的註解 就是說 應該要說明 你為什麼要簽錄 這是一 這樣子的話 你簽錄 他就會允許 允許你簽錄 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你沒有工作項目之前 你利用這個 你的歷史紀錄上面就會看到 你剛才說明的東西 這樣子的話 讓 後面的人可以很快的就可以查到 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為了什麼簽錄 為了什麼簽錄 那 如果你未來有工作事項的話 也就是說 你未來選定的開發方法論 也就是Scrumb Ager 的話 你簽錄的時候可以 跟工作事項關聯 這樣子可以做更進一步的 就是你簽錄的時候 可以選擇跟工作事項關聯 你可以跟某一個工作事項關聯 那代表就是說 提供更進一步的說明 通常的工作事項是什麼呢 通常就是 功能啊 或者是bug 或者是需求 你一定是為了 通常都是為了bug去修改嘛 這個把它關聯起來以後 你的簽錄 就可以跟 就可以跟測試 跟bug 做雙向追溯 這樣子 那 還可不可以再增加其他的 規則 然後提升效能呢 還有一些規則可以用的 像 我們回到這個 原子檔公司總管的設定 原子檔公司 這裡 我們可以把程式碼分析這個規則打開 那 剛才有講到的工作事項規則 這邊可以直接跟某一個工作事項關聯 就是 遷入的時候必須跟工作事項關聯 這當然要等到你們 導入 工作事項以後才能用嘛 所以這可以是漸進式的 那 所以這個功能 打開以後就可以說 遷入的時候必須要經過程式碼分析 那要做到這件事呢 你必須要先 在你的方案總管這邊要有設定 也就是我拿這個 project來當例子 這邊有一個程式碼分析 程式碼分析呢這個把它打勾 就是建置的時候把它啟用程式碼分析 這樣子的話 只要有修改 就一定會程式碼分析 接下來你要決定使用什麼規則級 預設是 預設是那個微軟的規則 那 你可以自己決定哪些規則要保留 哪些規則要 要保留 那 像我這邊舉個例子 我如果覺得這個規則很重要 1804 區域變數必須要 實用 不能不實用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一般都是建議 直接把它設定成錯誤 不要說設定警告而已 直接設定錯誤才能夠強制 開發人員去遵守這個規則 那因為這是內建的規則 所以你必須要另存 你不能直接覆蓋 現有的規則 所以呢 直接叫它是demo or rule 然後把它另存 哦 那接下來呢 你去 把它存起來 然後 把這個設定檔 這個設定檔說穿的就是一個 ASML檔嘛 把它 遷入到收集檔座裡面 你把它貼進來嘛 然後這樣的話你就可以把它遷出 再遷入 這個檔案基本上因為之前做過了 所以我只要再做一次遷入就可以 這樣 然後呢 然後呢 它已經在工作區裡面 而且已經在server上了 因為 這個設定 規則級的設定必須全部的成員都要找得到 要找得到的話它就必須在 收集檔座裡面嘛 接下來你專案的部分就要去設定它 專案的部分規則級就要改成 參考到它 所以呢 這邊要改成瀏覽 然後選擇你的規則級 這樣 然後把它儲存 那 這樣子的話呢 再搭配 server端 功能要把它 把規則要開啟 這邊可以編輯規則 你從原始檔控制選擇 那你這個要把入鏡copy一下 copy的方式 直接來這邊看屬性就可以了 所以 需要摳上面的 也就是 Source Control的路徑 所以呢 再回到這裡 然後 電視檔控制 編入原則 編輯 把路徑貼進去 這樣就可以 關聯起來了 就是這個 Team Project 基本上要使用這個 規則級 來進行管理 來進行管理 那 怎麼樣認真它有沒有效呢 直接把它編譯 直接把它編譯 這樣嗎 OK 編譯完的結果 好 出現了一個 頁1804的錯誤 你直接點下去呢 它就會帶到這邊 它會告訴你說 這個已經被視為錯誤了 就是不應該宣告一個變數 然後不使用 這樣 那你要怎麼避免這個問題呢 就直接要把它改掉 如果你這樣子 直接遷入的話呢 它是不會允許你遷入的 直接我們在這邊把它編譯 直接我們在這邊把它編譯 我們還沒有把規則打開 所以我們必須要回去把規則打開 然後把規則打開 然後把它啟用 啟用以後呢 我們重新再編譯一次 這邊又出錯了 這樣子的話呢 在這種狀況下是 如果遷入的話呢 是會有問題的 它會說 沒有經過程式碼分析 它會有這個問題 那你要怎麼避開這個問題呢 你就必須要把它修改掉 而且要通過編譯 要重新分析才可以 這樣子的話呢 遷入只要再加上註解就可以了 然後遷入 然後遷入 它就會接受 這個遷入 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來進行一些延伸討論 剛才講的是 剛才講的是 團隊的 收視扣錯 用團隊 用收視扣錯 TFS的收視扣錯 來提升團隊的開發效能 那 除了這個以外呢 基礎做好以後 後面還有很多的事情 可以繼續再幫團隊提升效能 其中一項呢 就是使用團隊的 開發方法換本 目前TFS提供Scrumb 提供A9 提供CNNI 三種 團隊開發方法的範本 範本的意思就是說 在 剛開始的時候 就可以進行 聽Project 初始化以後 就可以開始進行 它就幫你設定好 報表的樣式 欄位的樣式 表單的樣式 這些東西設定好以後 就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不需要降低這個學習曲線 只要會用就可以了 那使用完以後 再根據需求 做一些必要的修改 就可以很符合 你們團隊的開發方法 團隊的文化 那 有了一個好的開發方法以後呢 就可以提高 整個團隊的開發效率 那接下來呢 還有所謂的工作事項管理 那工作事項管理 那工作事項管理 不管是什麼開發方法 都是所謂的 都是工作事項管理 管理開發的各種各樣的工作 那其中一種很常碰到的工作 就舉個例子來說 就是Bug的追蹤 Bug的追蹤 Bug的追蹤就是一種 開發工作 開發工作 所以呢 也需要有 利用TFS來進行這些管理 然後讓它可以 產生雙向追溯的效果 也就是Bug可以跟 簽入關聯 簽入可以跟程式碼關聯 這種關聯 可以 在後面可以進行查詢 就是哪一些 Bug 改的次數特別多 那就是要特別注意的部分 接下來還有 測試案例 跟測試計畫 如果是 也可以納進系統來 之前的 測試案例跟測試計畫 可能只是個Word 可能只是個Excel 那這樣子的話 很難分享給團隊 一起 更新 一起討論 一起諮詢 那有測試案例跟測試計畫以後 就可以把它電子化 把它標準化 送進系統來 接下來還可以把它指派給 相關的人 去進行測試 然後還可以收集 統計數據 這都可以一次 在TFS裡面完成 那TFS因為 後面是Code Server 後面有Cube 有Anarchy Services 所以它代表統計 相對於其他的系統 會簡單的非常多 就是 團隊到 使用到一個階段以後 就要開始考慮 團隊的報表 就是 自己想看的報表 可以把它做出來 用Code Server的形式 用Code Server的形式 用Code Server的形式 把它做出來 接下來 可以開始自動化 測試計畫跟測試案例 做出來以後 就可以把測試自動化 自動化有很多方式 可以用 UI測試自動化 也就是說 如果你們是那種Windows形式的程式的話 可以進行自動化 UI自動化測試 如果是Web的話 可以進行 Web效能測試 Web效能測試 還可以順便進行 壓力測試 也就是負載測試 這都是自動化測試 這都是自動化測試 然後提升 團隊的測試的效率 當然單元測試也是一種 那還有所謂的自動化限制 限制的話 它就可以幫你把 利用限制 當成一個 Tigger 可以把整個自動化串起來 也就是 可以在夜間 取得程式碼 編譯 分析程式碼 測試 部署 在夜間全部執行完畢 早上起來 就可以 就可以看結果 這是自動化的部分 接下來呢 後面還可以有一些 維護的工作 像是 軟體盡量維護的狀態以後 就是 要開始回報 有問題的話 必須要feedback feedback的話 在TFS裡面 直接寫了一個 叫feedback-client的工具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 進行那個 Bug的回報 或者問題的回報 都可以直接在上面做 然後它會直接點進TFS 直接開單 直接把相關的資料整合起來 就是 錄音啊 錄影啊 截圖啊 都可以 它就是完全被 TFS整合在一起 所以TFS可以 從 開發 ALM 的最上面 也就是 規劃 到最下面 也就是所謂的 維護 全部都可以在TFS裡面完成 所以它是一個 高度延展性 而且整合性很高的系統 今天講的只是第一步 也就是收視感說 後面的話 還有很多事情 可以幫 團隊來開始增加它的開發效率 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